时代周报记者罗先先发自深圳,9月25日,时代周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,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总监肖金峰意外申告,岂可能患疑于症。 时代周报记者指电身交索有关高层,为或相关回应,今早上班就内不通报了,意外要么发生在今天一大早,要么是昨天,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,据称,肖金峰自杀应该和个人健康原因有关。 知情人士透露,肖金峰40多岁,他从去年到今年胖了许多,或因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所致,之所以服用此类药物,以为患抑郁症。 肖金峰几个月前刚刚升职,很年轻,前途无量,上述知情人士称,肖金峰此前任深交索公司管理部副总监,几个月前,被提拔为深交索中小板公司管理部总监, 至深交索官网介绍,公司管理部,中小板公司管理部,创业办公司管理部,属于深交索公司监管口,其中,中小板公司管理部负责中小板上市公司监管业务规则制定,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日常监管,对违反分锁业务规则的行为,采取自律监管措施,护计律主管等工作。 肖金峰是一位专家型监管干部,时代周保记者注意到,在8月22日深交索发布的第十届上市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,肖金峰位列其中。 这个名单包括来自证监会、深交索、隔壁证监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上市公司等部门和机构的专业人士雇28人。 公开资料显示,肖金峰2016年7月入选第一届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,2017年入选中国发学会正确法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,彼时职务均为深交索公司管理部副总监。 肖金峰时常出席与上市公司相关的公开活动或论坛,有据可查的是,在今年6月30日至7月1日的2018中国上市公司论坛上,肖金峰隐身交索中小板公司管理部总监的职务出席,并发表了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上和要点的主题演讲。 在上述演讲中,肖金峰表示,上市公司并购重组,面临不少先的问题,首先,高溢价、高估值、高业绩承诺等三个问题仍然比较突出,其中,业绩承诺问题成为并购市场重大的减换问题。 其次,被实现承诺的重组比重变化非常快,同时,重组标的失控问题凸显。 最后,规避控制权变更手法多。 另外一个很严峻的形式是大德商与问题。 肖金峰认为,在监管上依然是要坚持,立法全面聪严的理念,重点关注业绩承诺完成情况。 在深交索工作期间,肖金峰多次在学术期开发表论文。 2015年,独层次资本市场推动江西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研究,既然在企业经济发表。 2017年,在一篇题为《雷别库的类型化分析及制度建构》的论文中, 肖金峰一宝万之争为缘由探索了敌意收购活跃,下的公司融资和治理机制。 本网站上的内容,包括大部限于文字、图片及印视频。 除外,均为时代在线所有,未经书命协议,略接,转接或以其他方式使用,违反上述者。 本网站追究及相关法律责任,如其他媒体、网站或个人使用。 请联系本网站丁先生。 CharingNet,Time Weekly,COM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